体验无人机模拟飞行 既新鲜又刺激 这是一个很惊奇的体验 很棒 学会就是如何去操控一个无人机 按照模拟的情况 台湾青年实现营队 在北京十天期间 参观了新华网的无人机培训基地 体验生物传感予识予测 还参观了时下最夯的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在全球已经有超过一亿的用户 大陆共享经济和电商物流当道 台湾学生也参访了电商巨头京东的总部 了解大陆物流 今年上半年大陆网上零售额超过三兆人民币 这群台湾学生在北京除了参观新媒体和网络科技公司之外 当然也参观北京的景点 而这个曾经举办过北京奥运会的鸟巢 当然也不错过 这位名传大学的学生装备齐全 一面参观一面直播 同学们大多是第一次到北京打开眼界 有学生在参访结束时 已经决定要在大陆找工作 我看到这边的市场就是非常大 比台湾大很多 然后他们在服务的一条工作页上 跟互联网加的这些应用上面 都做得比台湾好很多 很完善 对所以我就有想未来可以来这边做 十天的行程实地感受大陆新经济发展的脉动 最后阿神又有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神 点成为发烧而生的小米手机 自上市以来便博取了众多用户的眼角 满足了软件发烧有的基本需求 但也出现安卓机最常见的问题 网速10号是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下 怎样快速提升小米手机的网速 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 选择双卡和移动网络选项 在页面中选择你正在使用的SRM卡 找到进入点名称APN选项 点击进入 根据现在正在使用的APN 点击左上角的新建APN选项 随便输入一个名称 APN处输入3dnet 在服务器栏中输入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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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据说这是国内最快的域名解析服务器 网速自然也比之前好很多 之后我们点击最下方的更多选择保存 再返回上一集菜单 切换到新创建的APN上 这时再返回 连接网络上网速就会明显 比你之前快很多 减少了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好了 短期的互动话题是 你的小米手机存在经常发热现象吗 继续探了